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平時拍片的時候,Chopper會在廳裡睡覺 不知為何今天他很疼 他要黏著我,一直拍片站在我旁邊 所以我就抱著他拍片 八月完結了 是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八月最愛 八月有什麼我覺得很好用,很喜歡用,或者很喜歡吃的 整個八月很忙,你們看到我的樣子是不是很殘? 真的很忙,忙什麼呢?忙熬茄 真的覺得自己已經不再青春了 以前熬劇熬通宵,整套劇一晚看完 沒問題,現在不行了 簡直是青春不服 所以我自己也很佩服自己有這個熬劇的精神 熬什麼呢?就是延期攻略了 我是超級無敵緊貼大陸的timetable 他播到哪裡我就看到哪裡 追到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很厲害 其實內容跟其他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勾心鬥角那些 但其實畫面是蠻不同的 他那些色調是比較灰灰的 然後人物的,不會用一些很出名的人 那些面孔是比較新鮮 不是經常都是陽明那堆 我覺得其實都蠻吸精的 所以這個月這個真的是我的一大最愛 今天第一件事想分享就是這個Fino的髮膜 其實它也不是什麼新產品 它是Shishado出的,但一個開架價格就買到的 胡髮膜 中文名叫做Fino高效滲透修復髮膜 這件事其實很多年前的人都說好用的 但至今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一直都沒有買它 直至最近我用完了護髮素 一個我覺得不好用的護髮素 遲些講空評忌你們就會看到的 用完那一瓶之後 我就不知道買什麼好 有一天我經過萬寧看到它 就想起我是沒有試過的 那我就買了回來用 果然不負眾望 它真的蠻好用的 我的用法不會當髮膜用的 其實我也是當一個普通護髮素這樣用的 洗完頭之後塗在頭髮上隔一兩分鐘洗了它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洗那一刻當然是很順滑 但是你洗完頭吹完頭隔了第二天 你都還會感受到它的順滑在這裡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性價比是非常之高的一個產品 好 第二樣東西想分享 就是這支棒棒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一個可以代替了睫毛夾的工具 你看到前面這裡是會有些發熱線的 你可以先去塗上你的Mascara 之後你等到它發熱完 後面會由紫色變成粉紅色的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放上眼睫毛那裡 就可以令到眼睫毛很囂張 其實這支已經是我的第二支 第一支一模一樣 沒有變過 是十年前 真的有十年前 很小的時候在SOGO買的 當時我也覺得很好用 但是之後就不見了 不知道放在哪裡 然後我又會買回我的普通睫毛夾 直到最近我的睫毛夾真的不行了 它夾夾的眼睫毛也是很囂張的 所以我又回想起它 我又回SOGO了 結果它十年來是沒有加價的 十年前是98元 十年後它也是98元 今次還剛好Panasonic在做減價 不知道再有多久折給我還是怎樣 最後就收了我80多元而已 真的很划算 我想說我平時用那個沒有人用的睫毛夾 都是百多元的 但是這個它真的可以熱力 令到眼睫毛非常囂張 非常之太陽花 但是又不會起覺 它是有弧度的那種囂張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介大家去買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最近燈格熱那些不是很厲害的嗎? 夏天真的是一個很討人真的季節 超級無敵 不喜歡蚊 它們真的很煩 然後咬完蚊爛 真的癢到自己不停跳來跳去 蚊咬完之後 我今年很喜歡用這支藥水 去塗在蚊爛那裡 很快就會不癢 是非常好用的 不過這個香港應該不能買的 我是去年在日本的時候 看到包裝很有趣去買的 它的包裝上面有一隻很可愛的 不知道什麼生物在這裡 超可愛 它塗上去好像毛鼻滴一樣 涼涼的 但是它沒有毛鼻滴那麼大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 而且它看上去很漂亮 它不像傳統的毛鼻滴 看上去就知道是藥的感覺 它很像膠水、文具 那種很漂亮的感覺 所以帶上去都覺得方便、美觀 之後就想跟大家分享 是Colourpop的 No Filter Sheer Press Powder 本身我買這個系列的時候 會是Colourpop出了 Liquid Foundation和 Press Powder 我想幫它們做一集 但是之後因為這個粉底液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特別 它是很便宜的 大約100元前後就已經買到一支 但是用起來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像一個開解的粉底 它跟一個系列的Colour 和Liquid Foundation都是會變的 Colour會變暗變黃 而這個會變暗變灰 所以我也不想特別去講這個系列 但是比較喜出望外 反而是這個Pressed Powder 它打開出來 這邊是一個鏡子 然後另一邊是一個粉餅 這個粉餅其實壓得也挺實 而且粉質也挺滑 特別它是一個開解的架格 然後有這個質素 是非常之好 我用它的方法是用刷子上 當它是碎粉用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特別用粉餅的人 反正它裡面本身也沒有給粉撲 所以我覺得用刷子上也是非常方便 當它碎粉來用的話 其實也非常透薄 然後不會乾 夏天來用它不會很容易溶妝或脫妝 還是那句不要問我紅紅油 我不知道 我真的真的真的不出油的人 所以在我身上 它是一個比較幼滑不會乾 算持久的一個粉餅 以它的質素 以它的價錢 以及它這種包裝 非常之方便 去旅行就不需要再帶碎粉 戴它就可以了 它是超級無敵薄 之後我想說一樣 駕車邊都跟化妝品有關係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一個化妝袋 你不要看它的尺寸這麼迷利 我半個臉都沒有 然後外表非常平凡平實 但它裡面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待會打開嚇死你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上班不是怎樣化妝 可能會是塗遮瑕膏、胭脂、鼻影、光影眉 所以我就會上班了 但有時候放了工作 你約了別人都會想化妝 我公司其實是有化妝Gel 有一部分的化妝品 公司是有的 我是不會補妝的 我是會直接斬掉重臉 塗完整個樣子 塗完身體 由頭髮過個妝 我公司是有這個時間 還有沒有人理我的一個優勢 但其實公司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化妝品 你不會經常換的 所以有時候深血來潮那一早 覺得下班會想用什麼 就把它放進化妝袋裡 帶回公司用 其實不會很搖位 那裡面究竟有什麼呢 我就嘗試塗滿它給大家看 首先 會有兩支唇膏 唇膏通常我都會帶兩支不同的 一支會比較淡色一支會比較鮮色 因為有時候我心情不同 都會想塗不同的唇膏 接著之後會有我的遮瑕膏 遮瑕膏我真的沒有放在公司 因為公司不是經常用 所以如果那一天我知道自己會再化妝的話 我才會帶回去 一支是平日一定用的Maybelline 這支Maybelline我不會放棄的 而另一支是Sephora 這支其實我覺得都蠻好用的 它不算是貴的 大約一百三四十塊左右 都很大支 之後會有Mascara 接著有我的Becca Highlight 我的眉粉 還有一個胭脂 最後還可以放到整支Dior的粉底 這麼大堆的化妝品 可以放在這麼小的化妝袋裡 所以這個化妝袋 基本上可以放到全妝的產品 如果不算太複雜的話 最後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薯片 之前我是去了美食展 今年的美食展又多人 東西又不好吃 東西都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我最後沒有拍Vlog給大家 因為真的太大了 我都不會拍了 有什麼好拍 周圍都是人頭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分享 但這個是在美食節買回來的 一個型多撈麵味的薯片 我不知道其實百佳慧康有沒有買 但我在美食節那裡 二十元四包 即是五元便會有一包 我現在先開了它 如果你有看我的五十元 都應該會知道 我不是很熱衝食零食的人 我不是完全不吃零食 但我吃零食 可能我開了這包 吃兩三塊我就會不吃 我就會被我媽媽KO了它 然後呢 它這個薯片 是完全是型多撈麵的味道 我是很喜歡吃型多撈麵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做到一模一樣 它跟型多撈麵的味道 是完全沒有不同的 很好吃啊 所以我也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買 如果你喜歡吃型多撈麵 但是你又不是經常去煮東西吃的話 有時候 很久沒吃型多撈麵 會很掛著那股味 就可以買這個薯片 過口印 認著這個樣子 型多撈麵味的薯片 最近在淘寶都買了一個 蝴蝶結夾夾夾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夾著零食 就不怕它走氣 那我就覺得有時候在這些 生活用品上面 買一些自己喜歡的 都很賞心願目的 好了 那我就分享完我的8月最愛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按LIKE